请先开讲一百二十页 《光五二》中华韩经的七十三经 叫天经 那这个是跟微心思想有关的 这边先 先把中华韩经这部经相关的经文把它列出来 是《光五一》到《光五八》 但是如果对应真知部 一二一二的第一行 有没有看到 《此经八立藏编入真知部八集》 八集就是第八卷 你在八集的上面写一个六十四经 这样就会比较清楚 那这第六十四经 它有类似的对应的经文 所以我这边把它编号 看上面这边有没有 所以《绝光明》这边是八之一 建设是八之二 那么在一百二十页 有没有 《中华韩经》这边引的文 《光五一》 《我为自见及明镜固》 便在远离独住 心无放逸 就是不放逸 修行精勤 就是热忱 《真知部》是写热忱吗 专精而助 那《极得光明相》 这《中华韩经》 是说极得光明相 光明是一个光明相 变见形色 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佛陀叙述他之前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往前 对 我们就直接看《真知部》的这边 世尊曰 朱比丘 我未得等觉 未现等觉 而为菩萨之时 绝光明 然未见色 有没有 就是第一个阶段 是要绝光明 但是 接着呢 是见色 所以 佛陀就告诉朱比丘 怎么讲 我那时候就 就在想 若我绝光明且见色 有没有 则有自见更为明镜 所以他经过一番的努力 就绝光明且见色 这样子 但是 下一个阶段还没达到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为与彼诸天 相聚集会谈论对谈 有没有 所以 这边不就是我们这边的瓜五二 一百二十一的瓜五二 即与彼诸天共同集会 共相畏劳 畏劳 有所论说 有所答对 有没有 就是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上去 那再往上就是说 位之比诸天为 此诸天是属于天众 这样子 所以 这边等于是 我们直接看这边最后 最后的结论 所以八之一是绝光明 八之二是见色 八之三呢 是 与彼诸天相聚集会谈论对谈 八之四 有没有 是彼诸天 为 指 诸天是 属于天众 那这个八之四就对应这边的瓜五七 一之彼天 属彼彼天宗 有没有 所以 可以这样标 因为对应这个真之部的经文 已经标八之一到八之八嘛 所以 这一百二十页你就这样标 瓜五一上面写一个八之一 然后逗号八之二 然后 瓜五二不是 一笔 一笔 一笔天共同集会这些吗 写一个八之三 那瓜五三呢 就对应 瓜五三可能是跟 瓜五六并在一起 我们先看瓜五四 一之彼天如是死 如是受苦的 瓜五四上面写一个八之六 有没有 你看上面这边不就是有牵涉到死 还有苦乐 受乐苦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 瓜五四就对应这边的八之六 那么 瓜五五呢 一之彼天如是长寿 如是久住 如是命境 跟寿命跟寿命有关的嘛 所以这个就是八之七 有没有 是不是 八之七有牵涉到寿命的问题 所以瓜五五上面写一个八之七 那瓜五六这边写一个八之五 有没有 有没有 指出天一尺夜之一熟 从此处始末 而往生于彼处 有没有 一知彼天作如是夜以 十尺生彼嘛 一样的意思嘛 所以瓜五六就对应八之五 那么 那个瓜五六的话 其实跟 跟瓜五三可以并在一起啊 因为 跟夜果报有关嘛 那夜果报的话 那就跟性智啦等等 如是生也是有关嘛 好 瓜五七呢 上面写一个八之四 有没有 一知彼天属 彼彼天宗 这是天跟天之间的一种重属关系啦 天 这个 此天跟彼天之间有一些关系在 此处天是属于哪一天的天宗嘛 是不是 例如说我们 因为有些是属于 但是就在欧洲的 哪一个国家 比如说杰克啦 或者是奥地利啦 等等 或者是西班牙啦 不一样嘛 好 瓜五八 一知彼天上五成生其中 五成生其中 这就是八之八 有没有 有没有 真是不如怎么讲 五成与此诸天相聚共住或未曾共住 有没有就生在那当中 或者是没有生在那当中嘛 这样子 一样的接近的意思嘛 一样的接近的意思嘛 那生在那一天当然是跟那一天的天众共住啊 是不是 所以 差不多的内容啊 就是这样 天经 巴黎藏叫 巴黎藏它取名 叫 茄也 第六十经 他的经 经 经名叫茄也 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世尊住茄也 项头三嘛 茄也可能是一个 那个 那个地名嘛 地名 好 看一百二十页 紫经巴黎藏 就是南传的巴黎藏嘛 它是编入真知部 等于是八级就是 有没有 这边不是写第八卷吗 那就是编号 第六十十经 那导致括号说 成立可能迟一些 嗯 真知部 当然是比 杂阿涵啊 或者中阿涵来的 比较 比较迟嘛 比较晚一些 那么 底下 有没有 大师就说 接 圣处 泄脱 所以你要对 要对一下 这部经 讲完之后 就接着 哪一部经 有没有 第六十五经 那不就是 圣处吗 那第六 六十六经 就泄脱嘛 大家接着讲 八圣处 跟八泄脱 有没有 这些经 导师都看过 他才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次第 这样子 就是这个 他们结起的时候 一些同类的 才会结起在一起啊 那么八圣处 八泄脱 跟这个天经 他都 跟圣解观 有相关嘛 是不是 不是都有 所谓的 静观 不静观 这些嘛 是不是 那么就是 假想观 像八泄脱 有 有静泄脱嘛 那前两个泄脱 是不静观 那八圣处呢 前四个胜处 是不静观 后面四个胜处 是静观嘛 是不是 所以他就 大概相近的 经他就会 把它编在一起 这样子 好 那导师继续解释嘛 本经的经情 修行 共分八个层次 第一个 先圣解观明像 有没有 是不是要见观明 得观明嘛 或者见观明 在 在这边 政治部是说 绝观明 有没有 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 圣解观明像 就是成就光像 光明像 能于光明像当中 这是第二步了 现见色像 所以 圣解观明像 是第一个阶段 那 见色像 是第二个阶段嘛 就是你要有光 你才能够去 分辨 他的色像 他的外在 他的一个 所谓的形状 也好 或者是 比较维系的像 是不是 就是说 你要见 色像的基础 是光明 所以光明 是第一个要 得到的 第二个就是要 能够见到色像 就是说 有些 他只是光明 但是你 假设没有 去 看到这个 色像的能力 也是不行 是不是 就像同样 那个太阳光 这样照下来 让你近视眼的 可能就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你面前的东西 或者是 稍微远一点的 或者更远的 他就要戴上眼镜 他有些 眼睛很好 那不需要 那就 不需要戴眼镜 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近的 远的 那可以看 远的 当然是 稍微不清楚一点 这样子 所以第二个阶段 就是 现见色像 那么色像是什么呢 清净的 天色像 有没有 天是表示 清净的 一个意思 那 清净的 那这天的 天人 他的色像 一定是 清净的 所以叫 清净的 天色像 这是相对的 跟我们人间比起来 那当然是 清净 你看我们人间污染的多严重 又是空气污染 又是这个污染 那个污染的 又是那些 车子废弃的污染 等等的污染 很多 那 那我们的色身 也比不上天人 我们当然是有一些人 的果报身 算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健康 或者比较 比较好看的 再怎么好看 根本里面跟天没得比 是不是 你还是在人间 你再怎么健康 再怎么好看 那跟天是不能比的 就像这次的疫情 有没有 国外很多很多 那些运动员 他一样一样染症 也是会感染这个传染病 不是说 你健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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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保证 可以免疫 没办法 是不是 这个就是没办法 就是说这个 这个月报身 人间的月报身 绝对比不上天上 天人的 天人就包括 欲界天色 欲界天物 这些天人 越往上 那是越 越俗胜 光明相现前 现见清静天色相 与卸托 八卸托 胜处八胜处的 静观成就 可以说是相当的 就是说 静观在 禅定当中 已经是很高的禅定了 对应 对应这个 四禅八定 对应过来 是四禅定 是世界的最高 最高的禅定 四禅定 是不是 那这个成就 也是很 算是很高的 好 好 瓜五二进一步 与诸天即会互相问答 所以 瓜五一 那就是八之一 八之二 有没有 你可以再一样 对应过来 就是我们 孙之父经文的 八之一 八之二 那瓜五二呢 互相问答 不就是八之三吗 是不是 中华罕的这边 瓜五二 因为经文之间 会有一些出入 是不是 但是大致上的内容 是差不多的 所以都可以对应得上 所以瓜五二 就是这边的八之三 这样的定境 使我们想起了 A 波周三面经的 阿弥陀佛现前 有没有 波周三面 修这个 波周三面 不是就是要 要见阿弥陀佛 跟 就是在定中见佛 那定中见佛 可以 可以有问题 可以问佛嘛 佛语修行者问答 不但见色相 有没有 见光明相 见色相 进一步还可以听见音声 有没有 对答一定要通过音声嘛 B 无所菩萨 修米勒 这个法门 上身都率天 见米勒菩萨嘛 那 就是 就是 受米勒菩萨的指导 教导 这部 瑜伽师弟论 这个在角度三十七 都有 都有 我们看角度三十七的 瓜胡一 导师 除以大圣佛教 是七人一开展 西元三到五世纪之间 所以这个等于是 已经到了 到了哪个阶段 大圣 大圣佛教的哪个阶段 应该是中期大圣嘛 三到五世纪 从北印度传来 佛地址 有什么疑问就入定 上身都率天 去问米勒菩萨 在西元七四世纪 无所菩萨 夜深天空 有没有 是不是 米勒菩萨 这个不就是 为师大圣吗 应该是 水中级大圣嘛 初级大圣是 中观大圣嘛 无所菩萨 夜深天空 于此次菩萨 就米勒菩萨 所受瑜伽师帝论 那另外导师 在变法法信论 讲记也有提到 唐玄藏所传 无所菩萨 在阿瑜陀国时 夜晚上身都率天 从米勒菩萨 听受瑜伽师帝论 白天在 于之那讲堂 为大众说法 就是说 他晚上去听法 白天就可以把他听的法 跟大家宣说嘛 是不是 那这个当然 从菩萨亲自听来的 当然就没问题 只要你理解的没问题 那那讲出来的 就应该没问题 是蛮可信的 那西藏传说 无所菩萨 精进苦行 十二年 才见到米勒菩萨现身 这也是有个 有个故事嘛 无所菩萨 一直要 要见米勒菩萨现身 来教他这个 来教 传说他这个法嘛 但是一直一直修 就修了好像 好像第十年的样子 还是没办法看到米勒菩萨 他就既然是这样 那就继续修 修到第十二年 他就想说 都已经修那么久了 居然还没办法看到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没有现身 表示我修行失败 还没有继续努力 但是努力是要精进 是要精进 但是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下山去走一走 下山结果碰到一条狗 身上有皮肤病 臭得要命 但是这个无所菩萨想说 你假使是人还好 你是一条狗 这么脏 又这么臭 怎么办呢 我是想要帮你 但是实在是太臭了 实在是很难接近 但是无所菩萨在想 我是修慈心的 我要跟慈心菩萨 叫慈世菩萨 要相应 怎么可以没有慈悲心 他就想 哇 还是想办法要为这只狗治病 还是这样弯下腰来 用他的嘴巴 去把那条狗的龙疮 把它吸出来 他结果一吸 哇 奇怪 怎么 应该是很臭 明明闻到是很臭 他说 怎么变成那么香 哇 结果一看 米勒菩萨现身 就站在他旁边 那无所菩萨就说 我为什么 我求见你那么久才 你这么久才现身呢 你早该现身啊 是不是 你早一点跟我讲法 我早一点传授给众生嘛 那么久 实在是快等不起了 你又不是要说 有啊 我经常在你身边 你自己看不到 你在土坛的时候 我也在你身边 你看我身上的坛 都是你之前土的贪 是不是 因为这个就是 有那个全程 全程心 精进心 菩萨就会现身 其实重点不是菩萨现身 重点是你有没有入那个法门 有没有跟这个法门真正相应啊 是不是 你说文出法门 有没有跟大智慧相应 你说普贤法门 有没有跟普贤菩萨的 大怨大行相应啊 你说米勒法门 有没有跟大慈大悲相应 最后讲 然后上身多岁天 在六个月当中 从米勒不向学 瑜伽实地论 瑜伽行地论 就瑜伽实地论嘛 好 我们看一百二十二页 就是 好 就这个叫什么 后级大圣 秘密大圣 秘中的修其成就 本尊献钱 也可以跟本尊来请法 本尊对这个修行人也可以有所开示 所以这个原则大致上是一样了 只是修行者 只是信仰对象的不一样 秘中信仰的对象是本尊 有些可能是愤怒 愤怒尊嘛 有没有 像愤怒相 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灰激金刚啊 是不是 这是愤怒 愤怒的本尊 那 那有些是 菩萨的本尊嘛 有些是佛 以佛为本尊都可以嘛 好 底下讲 圣洁的假想观 铸成的唯心思想的羔羊 就是说 圣洁观假想观 那 在演变的过程当中 那就会 让唯心思想 受到 很多人的一种重视 就很多人的信仰 好 一 波周上面已经讲 所见的不是真实佛 是自己的定心所现 有没有 他 你不要以为现的就是真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 当然是佛是变一切处啊 但是他这个是跟定有关嘛 定中 跟定有关 那再进一步 又跟心有关 所以 这边 我们看角度事实的 波周三昧经 这一段就蛮重要的 菩萨于此间 国土 念阿弥陀佛 专念 故 得见之 波周三昧经 我们在此处 皮革下论 有提过嘛 有没有 所以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所以行者 欲见佛 即见 见即问 问即报 文经大欢喜 注释念 诶 经过跟阿弥陀佛的这些 这样互相问答 那当然是非常 发喜充满嘛 就是非常的欢喜 那 这时候 要怎么样 他要回过头来 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佛从何所来 我 为道 何所 就是佛从哪边来 我有去那边吗 我有去那边见佛吗 还是佛有来这边 我有去 我怎么去呢 我人就还在这里 那佛 佛无所从哪 亦无所知 是不是 你们说佛从哪边来 有一个实在的那个地方 来到这边吗 还是从 还是从 从 从这个国土 到 到另外一个国土 这个就要从第一地 圣意地这边去会 对啊 佛的神通 当然变化 这个是无所不能的啊 但是就圣意地来说 他是无所从啊 亦无所知啊 是不可得啦 就是说 一切法都不可得就对了啦 你这个问也不可得 答也不可得 佛也不可得啊 我个人啊 修行 作为一个修行人 你一样不可得啊 所以 自念 欲处 社处 无社处 这三界嘛 是三处 亦所作而 这三界都为心所现啊 不是讲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吗 是不是 会不离开我们的心事的作用啊 你没有心 没有心意 是这些 那怎么会有这些 一切的境呢 一切的境界呢 我所念 即见 心作佛 心自见 心是佛 有没有 这个佛 或者见 或者是 一切的一切都跟心有关嘛 心是如来 或者心是佛 心是我身 有没有 因为我这个身 也离不开心啊 是不是 所以叫 为事无尽 我 心见佛 心 不自知心 心 不自见心 是不是 心 就是见佛这件事 也不离开心啊 但是 心呢 也是不可得嘛 既然不可得呢 知什么 知什么 知什么呢 见什么 见什么呢 所以就不自知心 不自见心 心有想为之 这些从 只有心 还要再进一步啦 进一步 关心也不可得 这样子 本来是为心无尽嘛 要进一步 心尽双命 是不是 才能够见到空性啊 心有想为之啊 就是为 就是 于吃就生死嘛 心无想是涅槃 心无想 就是 心尽俱敏 是不是 心一样不可得啊 才是涅槃啊 事法无可乐者 事实念为空 无所有也 有没有 就这世间法来讲 无常变化 有什么 可乐 可执着呢 这个心的这种想 心的这种念 也是空性 也是无所有 就是 那经过几个步骤 它就是要 要通达到无所有啦 通达到空啦 这样才能够见到实相嘛 或者你还在心的阶段 就是唯心念佛 你能够通达到实相 那才叫实相念佛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导师就有这个结论嘛 所见的不是真佛 但是在念的时候 在初阶的时候 你还是要观想 你念的是真佛 你还是要把他当真佛啦 这样了解吗 你还是要把他当真佛啦 他到了一个阶段 就发现 唯心所变 最后跟空相应 那怎么是真佛呢 不会有实在的 是不是 就圣意地来讲 不是不可得嘛 不是很常不变的 实在的耐尊佛嘛 那在唯心的阶段 唯心念佛的阶段 就是定心所现嘛 好 123页 瑜伽学派的四大生论本 说 诸瑜伽师于一物 种种圣解各不同 圣解观就加相关嘛 种种所见皆得成 固知所取唯有事 那不是说唯事的思想吗 是不是 就是说他 就是唯事 因为事 变现一切的外在的一切的境界 但是 事所变现的外在境界 又是虚妄的 希望的难才是无啊 因为有真实的 就不是 不是 不是无啊 不是空嘛 就是这些瑜伽师或禅师 我们北传叫禅师 或者南传有时候也叫禅师 但是在瑜伽学派可以叫瑜伽 瑜伽师或瑜伽师 瑜伽师在修禅的时候 修止观的时候呢 他所用的这种假想观是可以不一样的啦 可以是地水佛风或清幻赤白啊 那很多种可以来选择嘛 那也可以是不进观啊 也可以是清净观啊 这样子 那不管是不进观成就 或者清净观成就 那就是倒归到 其实都是跟心事有关啦 这样子 所以学派他们的一个思想主张 就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中心思想 那如果是正常唯心呢 他就不是讲唯事啦 他就会讲唯有心 他是不用你事的这个明相嘛 有没有 那个 那个人经不是讲 是用妙明真心 是不是 他都用心啊 菩提 清净的妙明真心 是不是 那就不用心 所以各个学派的用词 是不一样的 当然用的明相不一样 好 但有些是会相通啦 会有一些相通 譬如说人家 弄切经 有没有 但也是讲八四二五我啊 是不是 无法三自信嘛 八四二五我 但是 弄切经好像是属于真常唯心系的 就说他们这些思想上是有一些归类啊 有一些归类啊 一般是能切经是归类在真常唯心的经典 好像是这样子嘛 好 所以 你说要 要广学多文 你假设没办法有那个足够的 的智慧去把它归类的话 或者像认识这些 这些功力的话 有时候你会看得眼花缭乱 怎么这部经跟那部经讲得刚好 刚好相反 这部经讲有 那部经讲空 是不是 这部经讲 讲有我 那部经讲无我 那就会搞混在一起 所以看经一定要搭配论来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先生论 这些论师 他们不是吃饱饭 没事干 他们就是会去做一些整理 帮你整理出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出来 不能光看经 一定要再配合 配合那个 那部经的论 也要看 还有 我们先把123页这边 第三行 先看 圣洁的家想观多彩多姿 在佛教的眼镜中 集聚的神教化 也铸成了唯心思想的羔羊 这个部分可以参考 角柱四十二 我们先看 122页角柱三十九 导师出席大神佛教 是前年开展有提到 在原始佛教当中 有没有 当时把原始佛教刮起来 有没有 所以就是有所谓的 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还有部外佛教 它有分这几个阶段 所以在原始佛教当中 就是 差不多佛灭后一两百年 差不多一百年左右 一两百年左右 算是原始佛教 接着才是部外佛教 那么在原始佛教当中 所以原始佛教想必是更接近 这一时期的佛教 你就要注意 这一时期的佛教是更接近 佛陀所开示的 就是比较不会变质 或者是做一些方便的一种说明 在那个慈禧的教法当中是怎么样 佛理大地址 我们往来天界的记载也是有 有没有 就不是有 阿兰经里面有天经啊 很多阿兰经里面都有 都有天人来听法 还是天人 就是佛跟天人之间的 佛跟天 天人的开示啊 但那时佛与大地址们 这些大蒙汉 那么对于定中所见到的 是要开示他们 他们就是天啊 天人啊 呵斥他们也一样 特于天人也是要呵斥 要谨测他们 因为天人福报大 他有时候就是经常会 听了法之后就 回到天上 就忘了佛陀讲什么法 因为 玩乐比较重要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也是叫什么 富贵学到难 富贵人家能够享受 能够玩乐的因缘 机会太多了 所以佛陀或者大阿罗汉 就为他们开示 为他们做一些警告 所以佛被称为天人师 可以作为人间的导师 也可以作为天人的导师 但是在佛逆盘之后 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 佛逆盘以后演化为在定中 见当来下身 成佛 现在住在多帅天的名誉菩萨 那么 十方佛现在说就越来越新奇了 那这边有几个部分 大圣佛地址 你这边写一个一 那就在殿中见他方佛 二 在秘密大圣当中 有没有 这个大圣通常是指出其大圣 那秘密大圣就后期大圣 大圣就指出其跟中期 那秘密就后期 是不是 就有这两种情况 初期大圣 中期大圣 可以在定中见 见他方佛 比如说西方的阿弥陀佛 但在秘密大圣当中 佛地址在定中见的 就不是佛了 是叶叉 还是金刚叶叉等等 这些所谓的本尊 就是他这个 本来应该是护法 但是他修的是护法的法门 那就以护法作为本尊 是不是 叶叉 罗刹 金刚 是不是 等等 就会定中见到这些 在定中有所见 有所问答 始终是一致的 但是跟本尊问答 或者跟佛 或者跟菩萨来问答 但起初是以正法教会者的立场 教化天神 那就是原始佛教那个阶段 后来是请求佛菩萨叶参门的教导 因为就渐渐地就 就从 慢慢地就是 是不是 初级大圣 从级大圣到后级大圣 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导师提出一个问题 抛出一个 一个 所谓的叫什么 但心中的感慨也好 真正的问题 是一个问题 就是 值得我们去深思 去思维的一个问题 但是什么问题呢 这种情况到底是佛法的进步 是神华了吗 还是佛教精神的迷思 那你自己去想想看 本来在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反之不外佛教 基本上是 那个阶段都是 对天人 对天众是要 是要去开示 需要去提醒他们 警 警醒他们 警测他们 那怎么到后来变成 由他们来开示 是不是 那就是不是 有一些问题产生了 好 这个 这个问题意思就是 看 看你有没有掌握到 佛法的精神 你假如是对佛法的核心 你有掌握到 那人家说什么 你就跟着人家说什么 人家说 那你就不能说西 你就能够独立判断 假如是你能够真正掌握佛法的精髓 核心 比如说三法印 一时相印 那怎么会迷惑颠倒 怎么会迷失呢 好 接着是下一步进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 有圣天经 那中部的话是阿纳律经 这个我们都有帮大家下载下来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也很多 这些经文或者是相关的资料 大家能看就尽量看 因为有些你看你未必看得懂 你不必看得懂吗 你好像懂 但是其实上它蛮有深度的 像一些研究的一些论文 那其实都是人家研究的成果 那个也都相当有深度的 当然它都要收集 它要看很多书 然后收集很多资料 是不是 比如说角注39这个好了 导师提出这个问题 就表示说确实是 已经陷入一种迷思 佛弟子已经陷入了一种迷思 就是说对佛法 假设它能够从经兆经典当中 或者论典当中 从这些经教当中 能够掌握到佛法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去请他方佛开示 为什么需要请到菩萨开示 为什么要请到金刚悦莎开示 是不是可以不需要 那就好好的 从经教上面来 来去理解 乃至去请教善知识 为什么一定要求佛 求菩萨 求本尊 那不就是一种迷思 求佛 求菩萨 求本尊 那你就开悟了吗 那你就见果了吗 那可能没那么容易吧 可能你的长定可以到达一个程度 那你的智慧也可以提升一些 但是真正到达正果的阶段 就是在断烦恼的阶段 可能 可能还不一定 不一定靠这个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 在佛教的演变当中 你让它稍微去省思 去反思 去简别一下 到底这个有没有符合三法印 有没有符合一时相印 到底这个 是不是 佛法的正知正见 有些人他以为他得到正知见 他讲别人是邪知邪见 为什么他讲别人邪知邪见 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他讲他是正知正见 是不正确的 因为他的标准 当然他就有问题了 他是用什么标准 他可能连这个标准都不知道 然后就要批评人家是邪知邪见 然后自己是正知正见 是不是 一定要依据经论 经教 有没有 我们在十处比伯杀论 就提到这个问题 龙宿不下就一直跟我们开施 不管他是佛 还是阿尔汉 都一样 你不要他讲什么 你就信什么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一下子就完全排斥 而是说你听了之后 要跟经论 的正知见来比对一下 是不是 到底符不符合经 经教 经论里面讲的正知正见 是不是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你就要去随便评论人家 那你自己在造口业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 很容易造口业 而且很容易误导众生 就像有人认为 他送了三千步的滑滑金 就很厉害了 一样 有人送了十年 二十年的金刚金 就很厉害了 你没有正知正见 都不一定相应 当然不是说没有功德 福德福报是会有 但是真正要解脱 要开悟 要正果 要断烦恼 那么容易呢 是不是 你一定要先掌握他的 他的 这部经的道次第 他的 这部经的正知见 照着这部经来 来修学 来修行 这样不好断烦恼 了生死 得解脱 是不是 这样要不好自立立他 你就光是一直送 一直送 一直送 因为经典就明明跟你讲 那个光德是无量无边 当然是无量无边 但是有肉的无量无边 还是有肉 是不是 无肉的话 那就不一样 无肉就超越 超越无肉 超越无量无边的 有肉福德 是不是 所以那个 主要 主要还是要倒归到 真实意 生意地 第一地 重点在这边 我们看有圣天经 怎么说 有圣天经说 有三种天 有没有 光天 第一个 第二个是静光天 第三个是片静光天 跟前面 因为第二天 又有静又有光 第三天又有静又有光 到底是 是以静为主 还是以光为主 应该在光天以上 就是静天了 有没有 二长天不是光天吗 三长天是静天吗 好 这三天 因人心圣如 就是优劣 圣就是优 如就是不如 有没有 那括号如是不如 圣即是 圣如就是优劣 圣就是优 如就是劣 不如人家 当然是劣 因人心圣如 顾 修便有 经初 就是因地的修行 有些 比较 精进 有些比较 粗略 因修有 经初 顾 那么得自 天人 那就有圣 或不如的 这个区分 这个差别 不但有差别 每一天的天人 也有圣尿 比较 比如说同样是 同样是 印度人好了 你看印度有那么多种族 它虽然都在印度 印度也有 非常 就是说 它的报声比较殊胜的 那在印度也有 报声很 很 差的 是不是 各式各样的 果报都有 那天人也是一样 天人虽然 他们有一些 共同的 但是有 不共的 地方 所以有差别是 由于 因中的修行 有精或者粗的这种差别 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大家同样听一堂课好了 或者同样看这部空之探究 因为有些人可以有所悟 有些人对他的一个修行 他的知见是有很大的 启发帮助 那有些他看是看 但是他 他不一定 有什么心得 是不是 他可能看过去 就看过去 可能他 也不是说完全不了解 他可能也了解一些 但是他了解的没有那么深刻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都 很多都一定要自己去下功夫 自己去整理 稍微整理一下 自己去查一下资料 这样子 对我们的理解 对我们的体悟 才会有所帮助 是不是 您把这本空之探究 把它看个十遍一百遍 跟看个一遍两遍 那绝对不一样 是不是 您看个一百遍两百遍 我看你 你不用看都可以讲了 你大概可以把这整本背起来 你上课 或者你主持读书会 你根本看都不用看 大概翻一下 你都知道 是不是 就是用光不一样 所以 收获也不一样 好 先讲光天 然后再讲静光天 最后是拼静光天 以光天来说 因将一解作光明 想成就由 成就由 其他的翻译 或者叫聚足助 因为它可以达到这个阶段 它不一定是断烦恼 正那若汉的阶段 而是说 它可以达到一个电竞 或者一定程度的成就 就是进入 并保持 就是它可以进入这个常定状况 或者是进入某种状况 并且维持在那个状况 这样子 最足处 那不就是安住在那个间接吗 心作光明想即圣 有没有 就是说 光明想是一种 所谓的圣洁观 或者假想观 是不是 就是原来没有 但是现在有了 但是你这个有 是因为透过观想而有的 这样子 透过定的那种 境界而有的 然由于圣洁的光明想 有大有小 或者有金有出 所以光天即在一处 虽身有益而光不益 只是抽在一起 那就光光相照 那就大致上差不多 但是各自散去 那就不一样了 如各 各散去使其身记忆 光明意义 这样子 不是有个 那与充数的典故吗 大家一起吹乐器 反正你不要太大声 你吹错吊子了 这样人家发现不到 但是你还是在 个别个别去 那就 那你的缺点 可能就马上被人家发现了 是不是 就这种情况了 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 是差不多的 那一分开来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有时候看外国人都差不多 长得都差不多 看外国人看我们 我们 这个东方人可能也差不多 差不多 那仔细一看还是有差别 还是有一些 文系的差别 等等 一般一般的事与 一般的事业 讲到静光天 静光天的差别是因中 异解静光天 遍满成就有 前面是异解 光明想 就会成就光天 那在这边当然就是观想的不一样 前面只有光 这边就加上一个静 静光天 如果不再修习 身在静光天 就不得极极静 亦不得静受气 这个经文里面都有 极极静 静受气 就是你 比如说应该要修 修到一百分 但是你可能只修到七八十分 那 跟最高的那个境界 还是有距离 是不是 如 修 修习 修习的修习 你们升天时就能够得极极静 亦得经受 就是你 你很精进地在用功 在练习 在修学 用功的在修这个法门 那这样子你达到的境界 那就 就不一样了 好 接着是 片静光天的 这个极静 应该是指 那个 那个静光 静光的那个程度 而不是涅槃 这个还不到涅槃的阶段 不急急静 就是静光 那个程度 比较差 急急静 那个可能静光 就比较圆满 这样子 那 静受 或者 不静受 那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 就是 光 光可能跟智慧有关 跟电力有关 那么这个受 可能跟福报有关 那其实两者也是有相关 它都是跟 跟福报跟智慧都有相关 有没有 我们看有些比较 比较聪明 智商比较高的 它通常 福报也 不会太差 那有些智商比较差一些 那福报各方面就可能 也是相对的差一些 所以福报跟智慧也是有些相关性 就是说智慧可以 可以让你去得到大的福报 但是你如果不会用心的话 你会去糟蹋了 你的福报 你会用你的福报来造业 那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那你这反的 本来是福报 在福报的基础上 提升智慧跟提升福报 那也变成 在你的智慧福报的基础上 你去造业 那你就堕落了 就麻烦了 所以说为什么要佛陀 要自戒 他先让我们不要消耗福报 因为破戒 你造沙道阴望 那个消耗福报 是非常厉害的 沙道阴望 这四个就好了 可能再加上一个九 九戒 因为九戒 有可能会 你前面四戒都犯 所以沙道阴望九 那你好好地守住 那你好好地守住 否则你破了一个 那其他的就非常容易破 你看那个社会事件 那些凶杀案就好了 都是这种情况都绑在一起 杀到阴望都几乎都很多都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要要注意 就是基本的戒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那其他有些小戒 小小戒 那有时候我们的习气 还是烦恼 那没办法 对于这根本重戒 对于这个性戒 你还不能掌握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那绝对会影响到修行 你当然是做一个正常的人 做一个人的资格 你可能都没有 你就因为杀到阴望九的关系 因为你这五戒的关系 让你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那就麻烦了 是不是 所以这怎么样再怎么样 还是真的要相当注意 这五戒 最基本就是这五条 没有五条 你起码一两条 总该那个 你光是持一条 福报都很大 是不是 好的持一条戒 也很不容易 那福报福德 当然都很不可思议 好 变成光天 那么身在一处 也是有差别的 那是说同样的异解 骗尽光天 骗满城就有 这时候的异解 不叫圣洁吗 不叫观想吗 这个都跟观想的不一样 它的所缘不一样有关吗 如不吉子 睡眠不善息调 调 这是调局的调 不善息调毁 那就比身天以光不吉尽 也是一样 如吉子睡眠善息调毁 比身天以光吉明尽 一样 就是说它 它达到的这种品质 或者境界 就看你用功的程度 是不是 你用功 你用心 用功有到那个程度 那果报当然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文殊菩萨 要我们善用吉心 是不是 尽情品不是归纳成善用吉心 若乌菩萨善用吉心 则获一切 一切哦 圣妙功德 这个善用吉心很重要 看你 会不会用心 会不会善用心 好 接着是做一个比较 就是中二函跟中部 它这两部经是相对应的 但是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有圣天经的三天 是光天 境光天跟边境天 但是在南传阿纳律 阿纳律经是四天 从三天变成四天 那么变成小光天 无量光天 这两个应该是跟光天对应的 这是 有没有上面一二五页这个表 有没有 中二的光天不就是对应过来 中部的小光天跟无量光天吗 那么近光天就没有对应的 那么中二函的片境光天对应的 就是中部的后面两天 扎染光天跟清静光天 这样子 就程度比较差一点就扎染 就是不起境 那程度比较好一点 就清静 就起明镜这样子 所光天与望光天呢 与有圣天经光天的二类 又可以 就是它可以互相对应 有没有 就看这个表就很清楚 正如光天与清静光天 与有圣天经当中 那么就是 清静光天的光不极近 光即明镜 二类是相当的 它等于是从右边对应过来 左边这样子 它先讲中部的 扎染光天跟清静光天 再讲中二函的 光不极近 跟光即明镜这样子 三天或四天 不外乎光与近 那么与七界当中 光界近界可以说是相当的 有没有 前面四五六经 不是就提到七界吗 一百一十九页 看一下 复习一下 扎染经卷十七的四五六经 四百五十六经讲 就是 世尊告朱比丘 有光界近界 一直到灭界 光界近界是一组的 那三四五六是无色界的 那最后是灭境定的 这七界 前两界相当 其实 清静的色相 是不能离开光明的 就是它两者光明跟 清静的色相 是可以说 有紧密的关系 就是有光明 那 几乎就有清静的色相 但是这个清静的色相 的层次又不一样 就是同样有光明 但是有的清静的色相 是很清静很清静 有些是算清静 但是它就比较差一些 就像筋子一样 筋子不是有很纯的筋 有些比较不纯的 就比较差一些 色泽等等 就会比较差 好 一百二十五页 这边讲到四禅诸天 这个名称的安利 曾旧四禅 而不得泄脱 感得四禅天的果报 那么四禅诸天的名字 也是剑刺成立的 那不就是初禅 二禅 三禅 一直到四禅吗 好 先讲初禅 经中常见 天模范 比如说 进行品那个例子 一界世间诸天 有没有 就这边的天 模 接着就讲模范 接着呢 沙南婆罗门 前大婆 阿修罗等 吉语 吉语什么 声文 言诸说不能动 他就会一开始就会提到这个天模范 这些世间诸天模范 沙南婆罗门 前大婆 阿修罗等 吉语一切 声文辟是佛 所不能动 不管是恶圣的圣者 乃至这个天以下的凡夫 都没办法达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你修学进行品好了 你就可以超越 诸天 模范 乃至超越二圣的圣者 好 模以下有种种天 主要是我们看下面的列表 A天就是六一天的前五天 就是因为跟模变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划分 因为模就是站了六一天的第六天 他画自在天 是不是 那我们连六一天都过不上 都比模还不如 是不是 但是虽然 跟天模没办法比 反正是跟犯没办法比 但是有机会得解脱 因为你在天模范 不一定听得到佛法 在多数天内院当然没问题 那么在倒立天空 也有机会 是不是 那在出场天 这些天众当然都有机会 但是还是不如人 因为人 人有三特性 是这些所不能及的 天人所不能及的 如超出魔界 就是梵天 这往上了 那不就是出场天 玉天上面不就是 世界天 就出场天 那么导师说 这是适合于印度教的 其实印度的传统宗教 那基本上这种 都有这种 所谓的法界的安利 佛教中 玉界以摩天 就是玉界第六天 他们这些天位最高 如初魔界 就是离玉界的 这个出场天 所以出场天就称作 梵天 所以梵通常就是指出场天 当然就包括了梵宗天 梵府天跟大梵天 好 这则是第二场天跟第三场天 第二场天当然就光天 第三场天就进天 佛弟子修圣解观 依光明相而献起 所以原色法而修圣解 比如说他的这个设法 有青色 青黄赤白 这个颜色不一样 乃至地水佛风 也是算设法 是不是 修这个圣解观 不外乎光明相 与清净的色相 那修持而感报的 就是光天与清净 因为你的音跟光尽有关 那你的果就跟光跟尽有关 是不是 你都犯杀到以外 你想你果报会到哪边去 是不是 你都贪嗔痴了 那就有贪嗔痴的果报 那假设是你是无贪 无嗔无痴 那就是无贪无痴无痴的果报 那它就会 因果就是相应的 所以这样子光天跟静天 就可以作为二产天 三产天的一个名称 名字 126页 由于光明相等等 有这些优劣 不管是光明相 或清净的色相 有好友 有差一些的 所以又分每一产天 为三天 或者是两天等等 比如说 二产三天 就是我们可以叫做六十这边 不就分少光 无量光跟光阴吗 是不是 你看光也比较少 那无量就表示很多嘛 那三产呢 少静 无量静也是啊 清静也比较少 没有那么 少光的光是光明的 光明啊 光明啊 静是清静啊 不是 你到了扫光就是一个果报啦 那就是跟光明有关啊 那静 扫静就跟清静的色相有关嘛 所以扫静其实涵盖扫光啊 只是更进一步它具备清静的色相 无量静应该也是 它既然在它上面 那当然就有 那也不会说没有光嘛 那除了光之外 再加上静 这样子 好 那四产天那就不一样 那四产天就不一样 等一下会说明哦 在初期圣典都用四产天的名字 是梵天佛梵仲天 诶 这个是初期圣典的啦 那你没有看过你就不知道啊 是不是 那导师就会看过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解说嘛 光阴天第二产天 遍见天第三产 光阔天第四产 哦 就是说 四产分开来看 在初期圣典当中 指的梵天或梵仲天 指的是初产啊 光阴天就是代表二产 那遍见天代表三产 那广阔天代表四产 第四产 那就只有这个名称啦 其他没有 那但是 如果九天来看 你看光阔天是第三 九天当中的第三天嘛 五云浮生光阔 再来是五想天嘛 是不是 那后面五个就是五进去天啊 所以导师说 第四产词是广阔天 这样的名称可能初期 以此为最高 最高的一层天嘛 最高的一个禅定 那 或者在这个禅定 你能够 进一步 一会得窃脱 那不就是 自果自功德 所以第四产词 算是 世间来看也是广大国啦 已经相当高的禅定了嘛 那初世间能够一会得解脱 那不就是 是更是 更是殊胜的广大国嘛 是不是 所以它一方面用 广果 来形容世间禅定的 最殊胜 或者是 初世间的解脱 就用这种方式 好 小节 佛教家想观 及如实观的发达 对于上二界 就是色界跟无色界嘛 色界主要是 二产三产的光天跟景天嘛 无色界跟家想观有关的 就是前面 空五边处 殿 跟四五边处殿嘛 空五边处殿 跟四五边处殿 所以这个跟逐天的案例 都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份资料 导师 其实就是 角注六十一的这个资料 性工学探院 里面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 导师就是从张案经 还有张案经当中 把 跟这个禅定有关的 把它整理出来 好像有十三部经 比如说 杂案经的五六七经 杂案经的四八五经 中含的 知理 迷离经 等等 还有杂案经的四五六经 也包括 进不动道经 中含的 中含的小空经 中含的大空经 等等 就是把它整理出来 成一个表 就很清楚了 比如说杂案经的五六七经 当然就是 四九次地定都很完整 有没有 初禅到四禅 过边处一直到 在这边只到 无想心定 就是非想非想出定 但是杂案经的四八五经 就再往上享受灭定 就是灭定 就加上这个 各部经就不太一样 有些可能是讲到这个部分 有些讲得可能更广一点 更完整一点 这个资料也是可以值得参考 在《星空学台语言阿含的空》里面 空的行见 空的实践 空意之次第 禅电话 这一段有提到 好 我们就到这边 就是第一章 就告一个段落 好 接着是第二章 布派的空 那布派的空 当然就是对于空 在做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它的发展 是什么样的发展 是法义方面的论就 因为透过对于法义 对于空的这个法义 进一步去整理 去深入去探讨 那就所谓不败的空 这边也是分诗节 第一节是空意 依文师而开展 文师有没有 不是有文师修 这三个阶段吗 那这边着重的是前两个阶段 文会跟师会的这两个阶段 佛说一切法门是随顺于泄脱 所以那是怎么样 泄脱到 这个三三共法 应该是怎么样 它的去向 是向什么 向燕 就是燕离 向离 向灭 有时候灭没有 最后就向泄脱 因为当然这样灭除 断除所有的烦恼 泄脱到的道 泄脱的道是如实之 对于无想苦 关无我 要如实之 有没有 《扎案经》的前 第一部经就好了 其实是前四部经 不是就是叫我们要关这四个吗 是不是 还记得吗 记得吗 第一部经是叫我们关什么 关哪一个 无常苦 关无我的哪一个 无常啊 是不是 他讲完了关无常 接着呢 苦 空 无我 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 观 可见这个是有多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无常苦 空 无我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念之在之 来观 那么 医愿 灵 灭 那进一部 五六会 无所取着 你正得五六会 正得空性 你怎么会去取着呢 有什么好执着呢 那最后就得解脱嘛 是不是 因为这个阶段就很重要 就次第来看 就要经过 厌 离遇 灭 最后解脱 那就 操作面 实际的操作面来看 那就不能离开 无常苦 关无我的 如实观 如实的正观 这样子 系统要医于慧 这样就是般若 那么 修行如实观慧 而能够离烦恼主要的方便 就是 基本上 就是这个所谓的三三昧 三种三昧 或是四种三昧 空 无所有无相 从这边入手 或者空无相无愿也可以 空与贪圣痴的 那也是无相无所有的旧经意 这些无相三昧 或者无相谢托门 到最后的旧境 就是贪圣痴空 那无所有三昧 你修到旧境 也是贪圣痴空 那无相无所有 不是跟空这样相通吗 所以 在佛法的发扬当中 空 便显著地重要起来 就说整个归结到空就对了 有没有 那不是要空到贪圣痴吗 整个贪圣痴要空 要断贪圣痴吗 那我们就以正空性 正的我空 或者正的我我所来做代表 好 这段应该比较没什么问题 但是先开出名义 先开出名义 先提出这个部分 好 接着 在圣道的休息中 空无所有无相 都是重于光溃的离惑 就是断烦恼 透过光溃才能够断烦恼 离烦恼 但空与无相显然有了所观察的理性意义 就是要先讲结论 先讲说 这个 不管是空也好 或者无相也好 都 空无相或者无所有 这三个来看 它当然都是要断烦恼 但是 这是人观的智慧 观慧当然是人观 没有人能观的智慧才能够断烦恼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假设从所观来看 所观当然是真理 是不是 所观当然就是视地理 或者是缘起的法则 这些理性的部分 比如说真如法性 或者是法界 或者施迹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都 都算是理性 所以从所观来看 那这个跟空跟无相就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 空也可以作为理性 无相当中的 座义无相界的内盘界 也可以作为所观 所观的理性 就是说空虽然是能观 无相也是能观 但是同时又可以作为所观 这样子 好 所观的内盘 就是虽然他是讲空 但是 但是其实他有时候是讲内盘 假设是所观的部分 这个角度来看 那虽然他讲无相 但假设从所观来看 那其实也是指内盘 底下就会说明 如无相 我现在先针对无相来说明 本来是不做一切相 不取着一切相 就是对一切相 你都不取着 然后 不去做意 不去相 就是不去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这些相的上面 但是在有名大经 我们确实有这边提到 二元有两种因缘 入 无相心解脱 一 一切相不做意 就不做一切相 及二 注意无相戒 所以透过这个经文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 要入无相的心解脱 或者无相心三昧的 不但不做一切相 而且要做一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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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当然说 这两种因缘 第一种是不做一切相的因缘 第二种是做一无相戒 做一切相的因缘 做一切相的因缘 才能够得到无相心解脱 无相戒是什么呢 就是无相极尽的涅槃 涅槃的体系是什么 不派宗是有争论的 但都表示 那是重苦极灭而不可戏论的 所以注意无相戒 就是注意涅槃 涅槃是所观 所观讲的境界 就是所谓的理性 或者所谓的理责 或者意理 这样子 意理也可以吗 都跟理有关吗 好 把这一段结束 空也是这样 无我跟无我所不是有空吗 那空也是一切法片通的意理 也可以作为所观吗 所以讲出世空性 那不就是表示内盘吗 空结的内盘 这样 空有无相不只是实践的圣道 不只是实践 是行的部分 比如说三三门 三邪徒门 也是所观 就是也是理 理静的部分 不是有教理行果吗 就是他可以作为教理行果当中的行 也可以作为教理行果当中的理 理静嘛 就是所观所思的法意嘛 就是牵涉到意理啊 牵涉到理责 牵涉到理性嘛 这样子 或者叫法意 好 接着是空一文实而发扬 这个部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 崗子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